2月5号,2022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双主比赛,中国选手迪尼格尔·伊拉木江出战,在国际最高水平赛场上实现他与父亲两代人的冰雪梦想。 这位00后冬奥选手是从新疆阿勒泰一路滑翔北京奥运会的。迪尼格尔爱上滑雪运动,是受父亲伊拉木江影响的。 他的父亲也曾是越野滑雪运动员,在1993年获得过全国性越野滑雪比赛的季军。 在2010年,组建起阿勒泰青少年越野滑雪队,女儿就是为数不多的女队员之一,被业界堪称现实版的滑雪爸爸。 最引人注目的是,他与北欧两项运动员赵家文,担任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式上的烛火巨手,点燃了冬奥会烛火巨,让世界见证中国冰雪运动力量和新疆冰雪运动的未来。 迪尼格尔作为烛火巨手,不仅是新疆的骄傲,更是母亲如先哈提巴吉的骄傲。 迪尼格尔·伊拉木江的表哥, 乌尔·开西·库尔班江,也是国家越野滑雪队的队员,即将远赴国外参加赛事。 她是这样祝福妹妹的。 迪尼格尔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,她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这次的冬奥会参赛资格。 我预祝她能取得好成绩为祖国争光,为我们阿勒泰争光。 据悉,在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比赛中,迪尼格尔·伊拉木江以第43名的成绩晚赛。 作为00后运动员,并且是首次参加奥运会, 这位在冰雪运动场上盛开的雪莲花将在新赛道新征程绽放生命。